王河 在中國人心目中 一直有很重要的位置 現在 有一隊探索隊 要尋找它的源頭 跟隨它現面5500公里 一直去到大海 這個節目就記錄了 他們的旅程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在中國偏遠的大西北 一個世界上最神秘 又最難到達的地區 促立了一座阿尼馬興山 這裏偏遠荒僻 滿山白雪 由這裏向西行 越過積雪的山亂 就是中國最偉大的河流 王河的源頭 這條偉大的河流 全長超過5500公里 流經沼澤 沙漠 穿越山峽 和激流 一直去到北面的平原地區 再流出大海 王河流經各地的旅程 同時具有象徵意味 它沿途會流經不同的鄉棍 觸及不同的人 人類所知最早的文明世界 部分是源於王河附近 這裏一直被視為 文明社會四大發源地之一 其後的文明世界 就像珠寶一樣 點綴黃河的歷史 就以仰兆彩繪圖文化為例 在公元前六千年出現 維持了大約四個世紀 文字組在公元前十八世紀 已經在中國出現 這些刻在骨頭和龜殼上的象形文字 就是現今的漢字和日本文字的基礎 在同一時間 中國人又發明了鑄銅技術 青銅年代就是在公元前一千六百年 在黃河河谷出現 這些器皿主要是用來 盛載宗教製品 例如製生的血 又或者是酒 黃河的青銅年代 為後世留下了 世上最巧舊和美麗的真品 他們的圖案豐富 意義深遠 為何稱之為黃河? 答案很簡單 因為河水裡混雜了大量泥沙 而變成黃色 雖然河谷附近的居民 依賴他灌溉農作文 但是黃河經常泛濫 摧毀農民的心血 因此又有中華民族之悲壯的惡名 雖然如此 中國人都很尊敬黃河 他們將黃河 譽為一條淵然彎曲 穿越全國的巨龍 隨時會在毫無先兆下 打擊依靠他過活的百姓 所以將黃河視為中國的象徵 絕對不算是誇大其詞 中國人一直對黃河的源頭感到困惑 只知道它的源頭位於青海省的一個泉源 泉水經過一些峽谷和山峽 和其他河流匯聚結合之後 最後經過平原慢慢流向大海 今天終於有一隊中日探索隊 決定徹底地追尋黃河的根源 這個旅程會帶他們去到中國最荒蕪最少人居住的地區 阿尼馬興山由中國西南部一直伸展到西北部 現面超過四百公里 本地人視這座沙漠為聖山 而黃河就沿著這座沙漠南面頂峰的冰川流下來 再向北上一直流了超過五百公里 在這座偉大的沙漠之下 一大片廣闊的平原 向著西面的青海和西藏伸延 探索隊滿懷希望感朝著夕陽進發 在以前已經有無數這麼多探索隊 嘗試過追蹤黃河的源頭 漢朝的漢武帝就曾經命人 讚寫關於黃河源頭的報告 而唐朝的皇帝李世文是第一個派探索隊去的人 之後也有很多帝王傾盡金錢和時間去尋找黃河源頭 但是都是無功而還 中國所有皇帝對黃河都有興趣 有一句古語是這麼說的 控制黃河就好比控制天下 在當時中國人以為這個世界只有他們一個國家 而中國就是整個天下 連結青海和西藏的公路 就好像一條在廣闊平原上 現面不盡的絲帶 以前的探索隊大多數失望而回 大家都希望這次可以解開這個困擾了中國人 超過兩個世紀的問題 探索隊用了兩天時間去到黃河的河岸 由青海省首府西陵市來這裡 續續要開兩天車 這個地方超過海拔四千米 黃河左彎有曲 就好像一條草原上的銀蛇一樣 一直伸延到極目進處 這裡空氣清涼又清新 這裡就是西藏 難怪有世界屋隻的未緣 主要城市馬多 人口只得一千人 這裡人口稀少到 你可以開幾個小時車都不見到一個人 大部分西藏人都是遊牧民族 這麼多年來 他們的生活都沒有改變 他們生活艱苦 大青草就要起來拿毛牛奶 毛牛對西藏農夫的生計很重要 他們要在庫寵物和提供糧食 西藏牧民每三個月就搬一次家 讓牆無羊有足夠的草食用 家庭成員自小就要幫忙照顧生畜 西藏人住在包的帳篷裡 這些包是由無牛無尖搭建而成的 對西藏人來說 生活節奏很簡單 大麥是他們的主要糧食 大麥曬乾之後 由人手磨碎 就變成一種麵粉 叫做渣巴 渣完奶 那些藍丁就進來吃早餐 渣巴可以北京烹調 濕茶或者熱水 將它們搓成球狀就可以吃得 加毛牛奶和芝士就會變得很飽肚 西藏人很多東西都不吃 他們不吃魚不吃菜 但是就會喝很多茶來代替 茶就是族人的飲料 西藏人的包絕對稱不上豪華 由於他們是由木民族 經常會遷徵 所以家當都是裝在皮袋或者木箱裡面 茶和食物放在一起 衣服就放在另一道 這些東西已經是他們全部的家當 女人的第二樣工作就是做牛油 一個手動圓桶滾輪 將加熱的奶分成牛油和水 分隔器皿上層收集牛油 剩餘物就會被煲滾 變成低脂芝士 西藏人很依照習俗和傳統生活 他們很多傳統仍然源自中古世紀 都是順應他們的生活出現的 好像牧民為了保護自己的生畜 必須經常帶備陪刀 這是你們的嗎 這是嗎 不論男女 他們身上都有很多賠息 好像虎柏、珊瑚和綠松石 還有相上金或者銀的首飾 由於西藏人過著遊牧生活 所以把貴重物品掛在身上就最安全了 早上八點 男人就會出去放牧生出 他們可能要走很遠才找到 足以餵食動物的草原 他們會陪著動物直到晚上九點 他們的日子漫長艱苦 經常要在馬背上渡日 但這就是他們的傳統生物的一部分 黃河在西藏文叫做馬Q 即是世上最美麗的河流 名字的由內不難理解 跟中國人一樣 西藏人對黃河同樣覺得敬畏 但是並沒有否定他的美麗 不過探索隊並不滿足於注足欣賞 他們是要找出黃河的源頭 這裡的動物必須要耐寒 因為平均溫度只得攝氏另下四度 黃河一年裡有半年是結了冰 六月是高原的春天 也是這些小動物的交配季節 雷亦曆 探索隊越是深入內陸 越是舉步為奸 開著越野級普車也很辛苦 不過很快就有回報 離開馬多大約六十公里 就出現了兩個全世界最大 而位處最高的淡水湖 鄂陵湖和澤陵湖 他們以青幽美麗見清 當地人就很有思義地 將他們形容為 旺河上游的兩火明珠 這裡風景如畫 鄂陵湖在西藏文的意思 是青藍色的長湖 黃河由西方淵然流至 然後經過鄂陵湖和澤陵湖 在這裡河水呈深藍色 沒什麼特別 但是去到下游 就開始滲入大量泥沙 令河水變成混濁的黃色 湖水拍岸那時候 湖水清澈純淨 一架特別興建的風車 負責收集風力 那些魚就在這裡被掛起風乾 在這裡見到漁民 可以說是意外 西藏人認為魚是神聖的 所以不吃魚 從漁民的服飾和面貌推斷 他們應該是中國人 他們可能是由探索隊的出發點 來這裡足足二百公里的西陵前來的 他們遠道而來 是因為這個湖的魚 又多又大條 很明顯 他們大有收穫 在這兩個湖裡面的是黃魚 他們最神奇的地方是母魚鱗 科學家相信 他們之所以進化成這樣 是為了抵禦冰冷的湖水 和西藏的鹽東 雖然這裡有漁民的宗跡 但是仍然偏遠而神秘 在附近的山邊 有一組墓碑 稱為Obo 每逢有西藏人出發朝聖 他們就會在這裡停下來 向神明祈求可以平安到達目的地 七世紀 一位唐朝公主下嫁給西藏皇之後 西藏人從此就成為了虔禪的佛教徒 那位公主帶著隨從 浩浩蕩蕩來到西藏 兩國的大縣在岳陵湖湖伴見面 中國其中一位隨縣 回國之後向皇帝報告 說這個湖就是黃河源頭 現在我們知道這樣說 未免太簡單 河源應該在更西的地方 佛教一直以來 都是西藏人生活的重心 西藏人緊守達賴喇嘛的教導 省眼望下去 還以為發生種族爭執 其實這些藏文馬隊 向著對方拆馬飛奔 是為了起事 短暫的高原春季 是西藏果樂族結婚的好時節 果樂的意思是帝王的意思 族人個性衝動 祖先是打仗的戰士 酒在儀式入面很重要 新人會將酒灑向天空 呈獻給神明 傳統的婚禮應該在女家那邊舉行 當新郎和男家的人來到 兩家人會認真地發表聲明 證明他們出自名門 在歡迎儀式當時 上方家族的代表會三度交換飲用的器皿 這樣就開始了一系列的傳統禮儀 新郎會被人公送到座位 跟著新娘就會來到行禮地點 婚禮正式開始 喇嘛為一對新人誦經 向土地之神祈求這對新人 婚後幸福快樂 西藏人很早結婚 新郎白山只有二十三歲 她太太仁豬還只有十八歲 他們的婚姻生活有個好開始 因為白山有一百頭羊和三十頭牛 輪到一班女士唱歌 還稱讚大地的德性和美麗 祝願新人白頭到老 現在是最神聖的部分 新郎要向著天灑酒三次 確定他對神的信心 一對新人向著樣貌恐怖的慈悲之神 遞結昏文 祈求祂的祝福 新娘做相同的舉動 確定這段婚姻的癥結 這對新人即將要展開新生活 儀式完畢 是時候讓來賓開心一下 在果樂族的婚禮上 都會有燒槍比賽 這是傳統 對男人來說是很重要的成就 不過也沒有那麼激烈的活動 例如男男女女一起跳傳統舞蹈和唱歌 果樂族很懂得盡情慶祝 這次婚禮慶典維持兩日 是兩日兩夜 參加婚禮可以讓他們在忙碌中得到喘息 對探索隊來說也是喘息的機會 但是他們要繼續尋找旺河之源 巴顏克拉山就速立在眼前 傳說黃河是起源自這個山 山腳下的一塊大石 不論熟真熟假 探索隊都要朝著這座山進發 山區的春天來得很遲 經過一個由喜馬拉雅山催離狂風的冬季 要等到四月尾才會溶雪 一開始溶雪 就會出現第一輪精緻而短暫的野花花海 在寒風之下為嚴峻的大地添上色彩 岳寧湖和澤寧湖的島嶼 是野生生物的天堂 現在是牢鳥、海鷗和其他生物的交配季節 四周都是雀鳥的叫聲 很多動物和雀鳥都是這裡獨有的 牠們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這個山區難以到達 氣候嚴峻 足以有效到著最著名的狩獵者 人類 中國人叫牠們做白純鳥 是西藏平原獨有的動物 牠們很適應這裡的環境 從一個島游到另一個島覓食都沒問題 小鳥也是一樣 開始天黑了 探殺隊決定在這裡摘營 早上牠們會繼續前進尋找黃海源頭 在岳寧湖和澤寧湖西面 有一片內陸湖叫聲秀海 其實牠是一片沼澤上的幾個湖泊 牠之所以有聲秀海這個美麗的名稱 是因為牠在夜色反照之下特別美麗 在十三世紀 著名的蒙古大王成吉思汗 曾經派人尋找黃河源頭 牠們最遠來到聲秀海 這個好像童話故事背景的沼澤地 多年以來都被人視為黃河的源頭 這裏偏遠荒蕪 人類在這裏是少數族裔 在這裏最多的是雀鳥和酒壽 這片沼澤地不受外界騷擾 是野生生物的另一個天堂 這隻黑頸罐就像當地雀鳥之中的貴族 對探索隊來說 如果這片沼澤是黃河的源頭 那就真是太好了 但事實證明這裏不是河源 因為這片沼澤的水來自更西的地方 牠們唯有跟著越來越窄的河道再前行 很久以前 青藏高原原本是在海底 很多個世紀之前 印度板塊和亞洲板塊碰撞 形成喜曼拉雅沙漠 青藏高原冒出水面變成乾地 一個個翠綠的草丘成為山間的點綴 在其中一個山谷有一條村莊 是接近黃河源頭最後一個有人沿河居住的地方 在這裏有中國水利部門的專家加入探索隊的行列 他們同樣希望可以解開黃河河源癡迷 在世界這個角落有人不多 所以村民都趕來歡迎探索隊 無謀掌有一身蓬鬆的毛髮 很適合這裏的氣候 敏捷的腳又很適合在多石的地方走動 探索隊真是很有吸引力 村民從遠處趕來跟他們見面 他們多數都是第一次見到外國人 好天的日子很短 所以要好好利用 當地的村民在河邊搜菜 這樣的情況在西藏很少見 因為西藏人很少吃菜 這件事可能是在鄰近的中國人身上學的 小藏民也一樣要幫忙做事 這位小朋友連路都未走得穩 就要擔水了 探索隊到了搜尋黃河河源的最後一步 七月一日他們離開村莊 村民向他們揮手道別 並祝他們好運 黃河來到這裏 已經是一組淵然的小溪 左左右右村來插去 在前正方是雅俠拉達俠澤山 是巴顏克拉沙漠中較高的山峰 相傳黃河的源頭就是在他的山腳之下 探索隊希望在山腳可以有所發現 下雨加上溶雪 令到這裏的草原變成一個泥沼 就算是越野四驅車 要走過都不容易 車輪吃了入泥道 怎麼拉都拉不回車出來 來到這裏他們每小時只能夠走一公里左右 有時還好事不可以繼續走 真是紫情天脈 鹹殺隊慢慢向前面的 雅俠拉達俠澤山進發 他們去到位於海拔四千五百米的 約古中列盤地 是時候看地圖 但是這區偏遠道連地圖都沒有標明 大家唯有靠驅察 這片草原和地圖不多問合 他們再檢查一次 量度水深和沿著溪流河道搜索 最重要是要確定他們仍然向著黃河源頭進發 不過他們不是經常都有本色 不想吃的 如果包括這個就有200多了 再用 入夜之後探索隊終於投降 他們不可以再坐車繼續這個旅程 唯有用越野級普車 現在唯有等待明天 西藏的後援隊伍來到救駕 西藏後援人員最重要是帶兩種人來 馬和無牛 在這個環境之下 他們比現代交通工具更加適合 大家深信今天正午就會去到河源 現在只差8公里 這次是中國在49年建國之後 有關方面第三次去到黃河源頭 這次他們勢要找出河源 納下標誌 一七八二年清朝的乾隆皇帝 是第一個將搜索範圍擴展至星秀海的人 當時正值水環 黃河兩岸泛濫成災 壞天氣令到維修工作停滯不前 乾隆希望找到黃河源頭 可以平息河神的怒氣 但是六年之後才有特使回報說 見到有水在巴崖克拉山山腳一塊大石湧出 特使很確定那裡就是黃河的源頭 探索隊很快就可以知道 他所說的是真還是假 探索隊一直沿著草原前行 但是面前根本見不到什麼大石 現在天朗氣清 不過太陽並不可靠 事實上是寒風似骨 就快到中午 但是仍然沒有黃河河源的鐘影 就連隊中最樂觀的成員都開始灰心 大家也很肚餓 這個泉源有點機會 但是他有股暗湧在地下湧出 證明河的源頭在再前的地方 他們騎著馬在泥沼之中 走了幾個小時 個個都筋疲力揭 又濕又冷 同時也因為空氣開始稀薄 而覺得頭痛 他們現在在海拔五千米之上 這裡空氣稀薄 雖然他們深知河源就在不太遠 但是仍然覺得舉步為間 很難想像 這些小溪流 會和奔流的黃河扯上關係 不過其中一條小溪 正是掌握著黃河源頭之謎 下午四點 探索隊到達目的地 二千年來的謎團 很快可以告一段落 探索隊到達目的地 二千年來的謎團 很快可以告一段落 探索隊 沿著黃河其中一條小溪 最隧道一個地方 有純正的地下水湧出 中國有關方面的人員 不斷重覆 檢查他們的地圖和圖表 他們深信這裡就是河源 這股小溪水的確 就是滔滔不絕的黃河源頭 河源周圍的草坪 好像一直伸展至地極 附近完全沒有乾隆皇的使者 所形容那塊類似大石的物體 或者曾經有 但是消失了 還是使者為了保命而說謊呢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實情是怎樣 也都不知道 之後那二百年發生過什麼事 第二天 他們以一個莊嚴的儀式 樹立起黃河學園的牌 牌上除了有中文 還有西藏文寫著黃河園 此時此刻 對大家來說 都是感動的一刻 是時候慶祝一下 有什麼好得過 喝這裡的泉水來慶祝呢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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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老爵 謝謝老爵 好喝 好喝 可能最動人最教人意外的是附近的景色 在他周圍掌滿了各種顏色的椰花 在草原上耀眼突出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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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朝詩人李伯 以這句詩形容黃河 棍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在這個高原上 天際彷彿只有一臂之隔 這句詩的確有其道理 如果這個是天堂 就是地上的天堂 這裡的天氣不算宜人 任何季節都會落雪 而這些積雪 就為這個天然泉源提供水源 美麗的景色 同時也隱藏危險 就算在六七月 陽光普照之下 都可以在幾分鐘內出現暴雪 這些勇敢盛放的椰花 只有很短暫的光輝 也難怪無偶需要這麼蓬鬆的皮毛 和翁氏 搖怎麼 王杰 煙 伟大的黄河就像中国传说中的巨龙一样 它伸延向海边的路程 足足接近五千五百公里 它一路伸延的时候 会有其他小河流加入 令黄河扩大了很多很多倍 同时它会收集和运送百万计的泥沙 令河水变成黄色 直至它会流出渤海为止 黄河路程的第一站 是四川西北部的草原 它由四川再向西北部伸展 进入青海山 在这里穿过只有十米阔的河道 河道狹窄到可以被野生狐狸 跳过对岸追捕猎物 或者逃避追捕 河道被逼入三峡 水流很急 也没有安全的交通工具 当地人会坐羊皮阻河道河 看起来很危险 其实也挺安全 这种羊皮阻以木为支架 吹了气的羊皮就做浮筒 在干地上 有安全很多的交通工具 坐火车可以穿越藤隔离沙漠 这条火车线行经黄河流域 对方圆上的游牧民族来说 是很重要的生命之源 过去四十年 中国政府努力开发多个改善计划 例如建造防沙堡和植树 对这里的人来说 最有用的建设 就是被称为铁马的火车 再向北行 黄河会流到内蒙古 中国最远的边疆前哨基地 然后河道会弯回来 来到一个叫厄尔多斯的地方 在这里可以望见远处的长城遺跡 清楚证明了 中国昔日经常被北方蛮移攻击和入侵 历史告诉我们 曾经在这里入侵中国的外地 有成吉斯汗和匈奴王阿提拉 但是他们只是其中两个 和中国正面交锋的战士 而黄河就继续慢慢流向大海 最后黄河转向南方 经过錦山 营造出全长五千五百公里的河道之中 最壮观的一段景色 河水空涌不绝 翻腾入錦山客内 由五十米高飞坠而下 一连串的瀑布 好像巨浪一样卷起大量泥漿 继续将黄河河水推上半空 这里波涂空涌 激起的船温 成为黄河力量的最佳象征 也是这区最著名的景点 这段黄河 河水最黄 那是因为河水里面有很多泥沙 这些幼小的黄沙 将黄河的水位提高了很多 所以经常有泛滥的危险 泥沙随着河水聚集在河道两边 为当地农民提供了肥沃的耕地 世上没有另外一条河 比黄河带有更多泥沙 如果用这些泥沙捉一道一米高的墙 可以绕着尺道走二十七次 最后黄河再向东伸展 不过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洶涌 但是都很快速地穿过河南省 黄河在日光影照下 银光闪闪 这里的景象 和先前河口瀑布的崩藤澎湃 以及五千多公里以外的山中幽泉 截然不同 这种叫做黄土的幼细黄山 就是令到黄河水色变黄的物质 轻盘大雨将黄土冲入锦三峡 将黄河变成一条活动的泥浆泥 这些黄土往往令到在山西和河南省 沿河移居的百姓叫苦连天 老百姓用原始的工具 已经可以将泥土松开 但是这些泥土又会造成突然的暴雄 将农民几个月的心血毁于一旦 难怪黄河又被名为中华民族之悲壮 这里是考古墙地 原始人的洞穴 这些洞穴看起来很古老 其实是现代建筑 这个地区的居民 利用土地易于拨松的优势 建造地下房屋 这些地下房屋最大的好处 是冬暖夏涼 当地有成四千万人 住在这些地下房屋里面 这是又一层之外 开把深屋到一层之后 喔 是要证明的 那么在这里 都从高反过篮 愿意 第三个 所以就是 都从高反过篮 那些双方屋里面 再 fulfilled 你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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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какой 原始人的洞穴 这个地区 都从来 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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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降 黄河的河道而行 你就会看到很多教人惊悦的景色 在其中一条分流 移河的缘崖上 有很多人工开作的洞穴 这些洞穴 是在大约五世纪的时候 有人手开作出来的 这二百多个洞穴 是全中国最重要的佛教圣地 里面凌散感 放了超过十万尊佛像 都是由人手雕成的 大部分还保存得很好 佛教由印度经西藏再传入中国 愿黄河来到中国东部这个省府 进一步引证了 黄河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河也是重要的天然资源 它对居于河岸旁边的人的生计 尤其重要 中国人依靠黄河的河水 水力发电 但是为了防御黄河经常性的泛滥 又建了三千五百公里长的堤坝和速堤 不过 要纯服这条恒古常传的河流 改变它周围的景物 和改善一帮对黄河 又敬又为的居民的生活 就不是单靠人力可以做得到 我们回到河园 山区未受污染的雪地 过去七千年以来 这个河园都涌出泉水 汇聚成黄河 它是中国历史的舞台 这里有过战争 文化历史 内移伏去 改朝换代 不同的宗教被折补 经过了这么多历史变迁 黄河依然川流不息 成为国家和人民的象征 在未来的几集节目 我们会跟随黄河 看看他如何为国家带来繁盛 以及灾难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